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有点给人的感觉就有点像流浪猫 他一见到人 老太太本来没有什么恶意 但一见到人他们就躲 就跑 因为还有一个大学生曾经见过 他们在垃圾桶里捡了一个破足球 这五个小孩玩足球 大学生原本也是好意 想跟他们一块去踢球 但是一有人接近他们 他们又跑了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 就这个老奶奶 揭开这个桶 发现这个桶里边 五个孩子已经没气了 最后是一氧化碳中毒 他里边取暖 他晚上取暖 他垃圾桶里他烧东西 然后盖子扣上 可是问题是 刚才那个照片里面几个小孩 这是那五个很不幸的小孩吗 那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呢 可能是之前拍的吧 你看到后面还有挂标语吗 什么慰问 肯定是有一些官员作秀 要去探访这什么贫苦农村小孩的时候 然后把小孩们 我们都见过嘛 这种场面 把村民们都召集来 然后官员亲切慰问握手 送些什么东西 你知道他是这个 他也被民政局收留过 但是这个收留啊 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你在某种程度上讲啊 这五个小孩是喜欢流浪 不喜欢在家里 这个事情就更奇怪了 这五个小朋友呢 他们是兄弟 有两个还是亲兄弟 其他的是堂兄弟 而他们的父辈也是兄弟 五兄弟 你知道吗 五兄弟的五个孩子 那么为什么说 他们不待在家里 他们就要跑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很耐人寻味 你看也曾经被受用过 而且呢 在家里 他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父母亲全在外头打工 拖了亲戚啊 什么这个照管啊 但是你说 在村里为什么不好呢 咱们想象着 你在家里待着 你干嘛到这城里的街上 还饿受动的呢 对吧 于是这个记者呀 就跑到距离他们死的这个地方 就毕竭啊 30多公里的一个村 好像叫擦枪沿村 直线地图上直线距离30多公里 实际上走过去 那是翻山越岭 不知道要走多少时间 这五个小孩就走到城里的 到他家里一看 这个记者就明白了 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跑到城里 也不肯待在家里 因为进了家门一看呢 他们家里的这个环境呢 比那个垃圾桶好不了多少 真叫个家图四壁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这就是他们的家 家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你再看下一张 当地这个教育资源极其缺乏 这是102个孩子啊 一个班 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有网友在避捷 那个避捷的地方产煤 这些娃娃平均10岁 这是在煤厂背煤 挖煤的 每天几块钱 这就是属于小孩 挖煤的他哪有同工啊 是吧 就这种现象 所以我看到有人说 这五个小孩啊 这个还是看得见的悲剧 因为他们在那边 你说意外也好 什么状况就死亡嘛 你看到五个尸体这样 看得见的悲剧 那因为这种家庭环境 还有整个状况 没有援助的状况下面 有太多其他看不见的悲剧 对不对 在外面的女的被卖走 卖去不同地方 做非常不堪 非常可怜的事情 然后刚才也提到了 煤矿嘛 做黑工嘛 铜工嘛 等等 那个是看不见的悲剧 他们完全就像水啊 进了大海 变成什么 去了哪里 没人管 也管不了了 所以这个背后 除了这一次意外 是整个结构性的问题 当然也牵挾到说 好像事情是有几个官员 好像要 目前已经要负责任 处理 这种事 一出来 那就是上级震怒 是吧 那认真检讨 有私必须负责任 当地官员 好像有人出来说过话 说这是个意外 这跟任何人的责任无关 但是更大的官员又说了 这说的不对 绝不是意外 我们应该认真检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个认真检讨 要检讨到最深处 恐怕也不是一个 毕竭式的民政部门的人 能负起责任 这种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 我提出一个问题 我觉得挺 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天跟这个冯小刚导演 谈他那个1942的时候 我们就谈到了一个问题 他是拍当年那个河南 那个灾谎 饿死人 逃荒 就说人的所谓人性 在一种临界的生存条件下 会不会变化 甚至你比如说我们说的 就说父母之情 这种东西 比如说河南 这个逃荒的时候 说卖儿卖女 当时这个冯小刚的老婆 就这个徐帆 演就跟导演发生争论 他说为什么不让我哭 难道妈妈看见孩子 卖给别人不哭吗 那冯小刚就说根据史料 不是这样的 人到了绝境的时候 某种生存处境的时候 这个表情都是默然的 就是卖孩子 卖卖 你有口吃的 孩子有条活路 你有吃的 这能换一碗小米 大家都能活 而且甚至有可能 不仅是没有反应 不会哭 我们前一阵子 不是都在谈莫言吗 其中莫言的得掌 不是得掌 就是说其中一个作品 很重要的 1993年的九国 地方削小孩 把小孩弄来吃 那为了赚这个钱 女人就不断怀孕 一生出来就去卖 一生出来去卖 其中有一幕 就是描写 那个女人 生小孩生出来了 然后那个老爸 一看那小孩 然后就抱着那小孩 赶快排队去卖 还排队 卖完之后拿到钱 是怎么样 是非常感谢 非常高兴 还笑的了 对不对 所以说不仅是可能 不会哭 而且甚至你觉得很高兴 到了那个地步 假如说回去1942 那个小说我看了太久 忘记 就是在那种情况下 这样卖了 搞不好 还非常感谢了 对不对 对对 这是把小孩卖得非常高兴 你知道我为什么联想到 毕节的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记者 他挖掘挖掘 他想不清是为什么 他这些孩子实际上 也在当地 也有教育的机会 也上学 但这些孩子就辍学了 不想上学 就跑了 而且他们父母 在外边打工 拖了一个亲戚 在照料他们 你说他是为了吃吗 也不至于他就会饿死 吃不着好的 但是他也不是说 在家里吃不上饭 这个记者认为 关键的原因是 缺少父母之爱 好 他们的父母 都长期在外面打工 你知道这个孩子不见了 托他们照管的那个亲戚 打电话给他们父母的时候 这跟那种 就像咱们平常城里人 一般的生活富足的人 你想父母亲 孩子不见了 你父母什么反应 但是他们的父母亲的反应 是电话里 没有要回来的意思 就是打电话就说 是不是到哪个村 找亲戚去了吧 反应不是要那么像的 我们那样紧张 那么大 那么 这就说到贫穷 就是说 他那个山区 出去打工 都是生活所迫 山区根本人均 就没有几分地 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就出去 这是中国所谓 这就说到老事了 就是说 留守儿童 就大批的父母 在中国我估计啊 出现了世界上最多的 非正常家庭 对吧 美国英国这玩意儿 这总统出去 都富人陪着 家里人在一块待着 对吧 就完全对中国 这个情况不能理解的 怎么可以长期的 你看中国的家庭 是父母和孩子 可以不在一起的 不过我觉得像这种 街童啊 或者流浪啊 其实全世界 基本的那个状况的形式 不会差很多 意思就是说 他们都是 被脱离开这个社会 只不过成人呢 他可能是有意识的选择 因为香港这种 富裕的城市 也有很多人流浪 他是故意的 他就是资源 我就是喜欢睡街上 他觉得睡街上舒服 然后他要交租 住一个什么 很小的房子 他还住的不高兴 或者有些人是自愿的 要过这样的一种 社会边缘的空间生活 所以你讲的 这个地方很好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刚才文道讲的很有意思 现在中国有一口号 我叫起来都觉得澳口 叫保学控措 人听起来都听不懂 就是说保住学生让他上学 不允许他辍学 要控制辍学比例 甚至现在咱中国都是这样 这个都是计划指标 比如说小学辍学率 不能要一定要控制在2%以下 初中辍学率一定要控制在3%以下 就跟计划生育似的 你要完不成当地的官员 还是什么的负责人 要负责任 但是这个 我觉得这很难 就这么靠指标 光虫教育系统下手 为什么像我刚才说 那种自愿流浪 边缘人 一般人家小孩呢 我们就通常不会认为 他们有自愿的这个选择跟权利 如果可以的话 他就是大人了 如果一个国家 特别多小孩流浪街头 成了街头 或者说就算成人 也很多流浪在街头 这就说明这个国家 出现了一种社会失范的状况 就是他开始绑不住人 失去规范了 失去规范了 他原有的这个社会网络 社群 农村 城市也好 邻里结构 失去规范 失去捆绑那些人的能力 然后那些人就 一个一个掉出去 拖出去了 那所以你要研究的是 为什么这些人会掉了 会拖出去了 有的时候是一些 很实际的理由的 你没说同工啊 现在全世界很多人权组织 都很关注南亚 很多同工问题嘛 印度巴基斯坦 很多同工 说这很不人道 但是有些人 真的去查访过那些地方 所以你发现 像我们小孩背眉 或者小孩干嘛 你会发现那些小孩 他是很主动 他不爱上学 然后家庭 也不希望他上学 为什么 因为家庭 还真的就欠他那一口 就他去干一天 挣了那个钱 这家人能吃饭了 还真会有这个状况 可是这个就倾斜到 当然每个社会 可以有他不一样的 文明的方法 可是有一个公认的 就是在所有文明的社会 特别城市里面 有所谓的长坡教育 香港叫做义务教育 对 就是说你爸妈 就算怎么样 劝他这一口饭 叫他帮忙赚钱 也不可以的 你不能不给小孩上学 在香港是在 到中学三年级 大概15岁以前 你不给小孩上学 你是犯法的 要抓的 怕的就是怕这样 怕你穷 你觉得什么理由 比方说家里穷 你就不要上学了 所以是不容许的 其实是保护 所以这个假如是这样 那就要看这个社会 有没有这种法律 有没有执行 有啊 还有执行的时候 背后假如真的穷的时候 你要救援 因为坦白讲 谁不希望小孩上学 真的要等他帮忙 当同工赚钱 为什么他们会这个样子 还有整个事情 你要看整个社会的反应 文道刚说 很多社会都有 就是这样 有人这个样那样 差不多的情况 有些状况出现 可是每个社会到 对某些状况出现之后的反应 就很不一样 我现在初步看到 包括说 好像说整个调查 或者说过程 永远跟期待落后了一节 会不会公报 整个调查的报告 什么时候公报 没有人知道 听说我在网上看的 什么民间的反应 也没有说什么仇缓 种种的事情 反应 都是没有那么快速 还有包括刚才不是说 有些官员负责吗 对不对 有些我都是看到网络 假如是真的话 是说有些被要负责的官员 他就反抗了 就说要负责 也应该不止我们负责 要更高的 要往上追 这样追 那你就看到 整个到底谁应该问责 负责 整个制度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看一个悲剧 是看大家各方面如何反应 对 所以 小慧你讲这个 就让我想到 今天中国在我看 很奇怪的一件事 比如说像这件事出来了 我刚刚的讲法 就是说这个社会 好像绑不住人 或者有些人 对 把他们拉出去 换一个角度讲 你甚至看到的是 我们国家机器很奇怪 一方面中国的国家机器 就新中国60年来 共产党建政之后 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一个深密度 就是说 以前的朝廷 他的权威只到县衙门 现在是深入春春相像 就你知道国家的存在 但是另一方面 你又发现 有时候他好像不存在 比如说像你刚刚讲 义务教育 强制教育 中国是有的 是有这个法律的 但是我看过一个数字 我不敢讲 是相当惊人 是中国其实很多 士林该上学的小孩 其实是不在学校的 是没上学 那另外一方面 你说到大家捐款 好像没有什么这种 好像也没看到太热烈反应 这是另一件事 就是中国人 今天也不太爱捐钱了 那是因为不信任 所以各方面 你从这事看到的时候 好像是整个社会在溃败 这个 你这么说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 你还是得看到 在这个 至少在农村社会 我估计 咱还是一个 我总是说 还是个前现代化的 其实我们这个 还没有发达到一个 那样的程度 你知道 你比方说 像这些个孩子 也不是说政府不管 你知道他们多次辍学 就是又把他们送回学校 他们不会都不上 然后这个临近的派出所 当地的派出所 都多次的找到这个孩子 把他们送回去 甚至你刚才看那个照片 他民政部门 也收容这些孩子 见到了 他可能也收容 收容 但是又跑了 你知道我现在就讲的 你看小孩 你就发现 小孩的世界 跟成年人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 小孩没有什么 他生活自理的能力 但是他对生活的 就好像我们说 一个婴儿 他对生活条件的要求 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你比如对于 这些小孩子来说 街头是不是比家里 更开心的地方 比学校更开心的地方 比民政局更开心的地方 你比方说 他村里 你看见他那家了 他那家能比他 在城市里 睡在某个大桥底下 睡在某个垃圾桶旁边 或者找到一个什么洞 在里面住一下 相差不了多少 家徒四壁 对吧 吃的又有多大的差别 甚至他们说 他在城里 那个饭馆门口捡的 吃的可比村里 有水多多了 所以难怪 他每次看到大人过来 他就躲 他就怕人家是抓他回去 咱们去讲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云福市财 世界市财 财购中心 广东云福国际市财 产业招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所以美国人就是饱汉不吃恶汉鸡 你按照他们的价值观 或者法律观来理解 中国的这些父母全违法 对吗 因为孩子不是你父母私有的 孩子是国家的 那么你如果像这种父母出去打工的 把孩子成年成年的放在家里 甚至都没有一个人监护 对吧 那么你根本就违法了 你的父母没有尽到这个赡养儿童 就像你不赡养老人一样 这都罪罪则上是犯法的 对吧 可是为什么说他有饱汉不吃恶汉鸡呢 因为他们的父母为什么出去打工 他在村里 他活不下去 他出去打工 他出去打工 他带着孩子 他没法带着孩子去 所以你就看 中国这个还不是个发达国家 它还是个落后的国家 你刚刚就说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你说到一种 今天很多人看中国农村的时候就发现 我们是有国家机器 我们有很多法律 我们有很多制度 这些制度法律拿出来你一笔啊 并不比很多西方发达国家 对啊 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壳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样的一个规范 但是为什么一到农村就走样 就觉得政府机器不在 或者是某些地方会缺位 理由就在于一到了农村之后啊 农村他有自己的一套 你刚刚讲前现代 我不敢用这个字 但我觉得他们有自己一套的方法 来处理跟权势 甚至是实践 加上来的这个抽象秩序 比如说官员很奇怪 我看到一些人类学的田野报 有些官员 带着国家任务 在农村要搞了什么事 三两下就被农村把它搞定 因为任务实践不了 为什么 因为它在那个里面 它的身份不是个国家官员 那么简单 他们会把它当成是个什么叫做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